对王妃和李亚鹏的女儿可能就没有那样幸运了 因为先天性蠢恶也就是常说的兔唇 在数月前就接受了第三次手足 这还是李亚鹏在最近的采访中才得知的消息 李亚鹏刚在今年7月份去了巴黎时装周走秀回来 对于李燕的表现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这个小女孩并没有因为自己兔唇的原因选择逃避和失落 而是自信的展现出来 给大家看到了一个担心家庭走出来的兔唇女孩的完美状态 在手术之前李燕还一直安慰非常忧虑的李亚鹏 叫她不用担心自己 要是换作是他人更别说公开走秀了 不过这却是李燕的日常 因为李燕喜欢在学校光交朋友 刻意时间就和同学们一起相约走秀 虽然这是小打小闹 不过这也是为了燕人基金做准备 所以李亚鹏当时在医院就决定 如果李燕的手术成功 那她一定要帮助一万里先天性纯恶孩子做手术 这就是燕人基金的起源 曾经李燕的一幅熊猫豪鸟的儿童画 还曾拍到了百万的价格 虽然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并不止这个价 但是大家对于基金的善意是无价的 这样的李燕日后一定会越过越精彩